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的赏息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介绍的是 样本数的估计 这个题目是淡江资管的一个考题 那么我们看题目的内容 某市调公司 欲推估今年支持行政院长的 施政措施的比例P 那若此市调公司期望估计误差 这有了估计误差 这是第一 几率是多少 0.95 那这就是我们的要求的几率 好 试问下列三种状况 所需要的样本数是多少 第一个 以知识P是0.38 第二个是知道P hat 先抽50个人得到23 第三个是不知道P的 这刚才我们有介绍过 这就是完完全全 就是母体比例的一个样本退估 来首先我们把我们的 N的公式先列出来给各位同学看 N它的公式是Z 二分之阿法 除以D的平方 乘上这个地方本来是Sigma 除以根号N 那这个地方就变成了PQ 这是我们的样本数的一个 推估的公式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公式列出来以后 现在我们来看第一题 第一题 根据过去的资料 P大约是0.38 好 那这样子 很好 P就是多少 0.38 那么既然知道了P是0.38 那Q就是0.62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题目 就直接算出N了 第一题的N是多少呢 N就是Z二分之阿法 当然我们知道95%的话 就1.96 这个我们的数字都知道了 D是多少呢 0.05 题目要求的 它的平方 再乘上PQ P是0.38 再乘上0.62 好 我们计算一下 0.38 0.38 1.96 除以0.05 再乘上 再乘上 0.38 再乘上 0.62 好 算出来 是362.03 我们取这样子 那当然 我们取多少 保守 保守估计 当然是取多少呢 363 所以第一题 我们取363的样本数 好 我们看第二题 这边好了 先抽50人 得知支持率是23 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地方 P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至少知道 什么 Phead Phead的话呢 50个人里面 有23个人是支持的 所以这边 我们算一下 50分之23 那就是 0.46了 如果是0.46 那简单了 那我们的N 一样可以做了 N是多少呢 一样 1.96 除以0.05 这都是一样的 平方 乘上PQ Phead 用Phead来取代 这是0.46 那同学知道 后面要写什么吗 Q就是0.54 那么这个一样 我们把它拿来 按一下计算机 1.96 除以0.05 我们算完了之后 再来平方 平方完了以后 再乘上0.46 乘上0.54 那么是多少呢 381.7 那么我们取多少 取382个样本 稍微高一点 我们要求要大一点 那么最后一题 那是最简单的一题了 不知道P 不知道P 那我们就采用的是 最高的 最高规格的做法 这是0.5 这是0.5 来做就可以了 来 N 一样 除以0.05 这边的话呢 都是取的是0.5 就直接除以4就好了 这个我们算一下 1.96 除以0.05 平方 再一起除以4 得到多少呢 384.16 那么我们取多少 样本稍微高一点点 来各位同学比较一下 这个最多 最保守的估计 比这个多一点点 其实为什么才多那么一点点呢 因为这个地方已经 接近了0.5了 也就是说 这两个要是越接近 相等的时候 产生最大值 那么这就是我们样本数 这个比例的一个求法